雖然我在急診很嚴肅 可是其實我心裡面 還滿多的感動的 像這個病人就讓我覺得很感動 那時候我是住院醫師 然後那天晚上 就是這個病人是依舊送過來的 那他是說很喘 血氧濃度真的很低 那時候就在幫他查的時候 查一下他的病史 就發現 那那時候我就看了他的胎胎 他太太也是滿驚慌的 因為這個人雖然大腸癌 他才五十歲而已 那他的太太就看著我 就是說我就解釋這個病情 那因為通常這樣病人 一定被問過 妳要不要走安寧 因為他是大腸癌中後期 所以那我就問他的太太說 那你們之前已經討論過嗎 有沒有要急救什麼的 然後他說他的先生 雖然很年輕 可是得這個病 他先生還是說後面不要太痛苦 可是那太太看起來很猶豫 我說那妳怎麼想 他就說如果我把他放著 他就馬上就死 我說也沒有馬上就死 然後我說那他說如果 照妳的把他插管 然後急救 然後找外科開刀 他就會活過來嗎 我說有機會 但也沒有辦法跟妳說百分百 但是如果你選擇這個 我會努力 他說 對 他說他還想要繼續當他的太太 他覺得還不夠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就說好 那時候我相信妳 那時候我就趕快給他 就很積極的治療 積極的生壓 積極的抗生素 然後插管 然後就找外科 很幸運耶 他這個手術完了之後 一切都很好 很棒 結果半年後 那天也是我值班 然後一一九就說 來了一個悼念前死亡的 然後那時候一來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好了 結果他是另外一個醫生的病人 那另外一個醫生就接手 結果才接手沒多久 然後就說 就我們本來東西都準備好了 結果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來敲我的肩膀 就是這個太太 然後那個就是他的先生 然後他就說 田醫師 謝謝妳啊 他說 我今天那個是我先生 我想今天就不救了 他說 可是那半年 這半年對我來講很夠 他說我每天每天都很珍惜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離開 但是這半年 我覺得夠了 然後我覺得 我們夫妻沒有遺憾 我也沒有遺憾 所以我覺得 在我心中 這是一個很美好的緣分 那像我在急診有時候會 陪病人走最後一段 這是一個很美好 很美好的緣分 就是雖然我們在急診 那麼短暫 但是我能夠 剛好在妳人生 要離開這個世界的 最後幾秒鐘 我陪在妳身旁 就像妳的家人一樣 我覺得 妳也太感人了吧 而且他剛剛講說我會努力 就說好感 聽聽看 人家講得多感人氣死我 沒有 很氣 沒感覺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什麼樣的緣分 可以遇到你們那麼好的醫師 來看看 醫病超合拍 就愛醫師這一套 到底是什麼咧 其實醫師說話很重要對不對 對 醫病超合拍 靠的是哪一套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YC就是帥氣的臉 對 還有蛇灘蓮花 你們自己的哪一套呢 來 一起來看看 老醫師的絕招是 但是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洞之以晴 其實我發現 有一些老一輩的病人 他如果疾病拖了很久 然後他來找你 被家屬帶來找你的時候 如果你跟他講說 你再不一會死掉 就我們根本就不害怕 他都會說 就這樣 不會這樣 我也很老的 很這樣 四十幾歲的媽媽 他帶他的媽媽來 他媽媽七十幾歲 他說他來我們整個 就三個人 他是他媽媽 他手上一個 大概四十歲的小女 就走進來 一見他的時候我就 那個阿嬤就坐下來 我就問阿嬤什麼問題 阿嬤就還挺冷漠的 就看著我也沒有回答我 他女兒就說 醫生不好意思 我媽媽就是 是被我抓來的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可不可以請妳看一下 我媽媽的胸部 我就說 那個阿嬤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就讓我看一下 結果一掀開來 就 那種怪味道就跑出來了 也是一個爛爛的肉 在右邊的胸部 很爛 其實那時候阿嬤已經有點喘 他說阿嬤妳這是多久了 她說 大概兩年多 我說你這中間都 沒有去治療 我也有想問她說 有沒有去做過一些中醫 還是有去看過什麼東西 又不接我的話 又不理我 她女兒就說 沒有啦 她去年其實有去過 那另外一家醫院有做切片 我就說那結果應該知道吧 我說對…是乳癌 我說那這一年妳在做什麼治療 她說 沒有 我媽媽不願意做任何治療 我說因為最近 有看電視看到妳 我媽媽說如果是看這個醫生 我可以去聽聽看她跟我講什麼 然後就開始跟她講 我就說 阿嬤妳這個治療方法 其實還有很多 妳也不要放棄希望 因為有很多第四期的 最後還是活得很好 我就跟她講 阿嬤妳是要選 先開刀還是先化療 阿嬤就說 我只有兩個要求 我第一個 我不要開刀 第二個我也不要化療 白問呢 我說阿嬤 我跟妳講 以我現在的經驗 妳這麼嚴重 現在又在喘 如果妳不做任何治療 應該很難過半年 對 她就講很硬 妳硬 她比妳更硬 半年就半年 我也七七幾歲了 不知道要怎樣 對啊 我也會過 妳就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這時候妳就要看了 她女兒 她的孫女只要哀一聲 她馬上就轉頭過去 對阿孫 對啊 我就說 阿嬤這位是你孫女喔 對 就只有這句話就回我了 我問她的孫女就回我了 很可愛喔 他說當然啦 很可愛 就很可愛 我一般人現在交男朋友 大概十八歲 對啊 你都 現在那個壞男人很多耶 像我這樣子 眼睛高上 我男人沒有很多 你以後不會 他說我才怕遇到像個種 我說他以後再交男朋友 你不用幫他把關嗎 你一講到時候 你就發現阿嬤就開始 臉色就開始有點變了 你知道嗎 我就說如果你現在 不讓我治療的話 我講真的 你要看到你孫女結婚 這個很難喔 對啊 如果你讓我治療的話 我跟你講還有一定的機會 你要不要來試試看 就這樣講完了 下禮拜就半週 就開始化療了 到現在也會都好好的 所以你要打中他藥的 藥害 對 像我們一個長輩 他就是靜脈曲張 那個靜脈曲張 就是整個小腿浮起來 跟浮水印一樣 就是很嚴重 說到在南部 有個很厲害的醫生 然後我們就去 病患就有很多問題嘛 對 我這次站太久了 是怎樣 我那醫生臉很臭喔 不講話 他說你能不能跟我們講一下 他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就講說 到底 是我是醫生還是你是醫生 你那麼遠都來了 你就好好把它看完 該怎麼樣我會跟你講 我怎麼看我這樣的醫生 怎麼這麼專業啊 後來我那個長輩 就有點生氣 他覺得悲哼誰 對不對 我這麼遠來看你 我們就是說你很厲害 只是想要知道一下原因 那都不能問一下嗎 他說你們不需要問 因為我是醫生 那個長輩要走 你知道 不要這樣子來走了 然後他走到我們 出去 你就出去一下 真的還假的 那醫生就這麼兇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說好不好 因為他有些問題 還是要希望你能夠 跟他解答一下 然後我們就一直拜託他 但是因為那個長輩就是 也很有骨氣 就想要走了 我說你走看看 你的腳都腫成這個樣子 你怎麼走 結果他又坐下來了 他說那你就不要再講話了 我覺得那醫生 那可能是因為他的病人很多 還是怎麼樣 可能一直被問很多問題 很煩 一直在重複 因為他看的就是那個 然後只有一針 打完一針之後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 真的還假的 然後我心裡在想 他太值得叫人家滾蛋了 我覺得他太厲害了 所以他有他那樣的自信 可是我們沒有看到過 因為終於是在兩三天 才知道 他的藥效是怎麼樣的 可是我是覺得說 會打一針的這種藥 可能那種藥性會比較強 可是後來就發現 他還是好的 就是後來沒有再翻 很厲害耶 對啊 那每天一直在解釋很多事 你是不是真的覺得 會有點煩啊 我當然不一樣 我就是這個愛講話這樣 還好 可是我可以理解有些 真的很多我的同事們 是真的解釋到很累很累 所以醜話就要先說前頭 對不對 對 像我們在急診的話 也是像這種狀態 我沒有真的其實 能夠坐下來 靜下來好好的講 是不太可能 為什麼 因為 因為我同時有 我剛剛看過的病人 我剛剛救完的病人 然後中間正在治療的病人 然後病人又一直來一直來 我同時間 不是像整間這樣一對一的狀態 所以我們都希望能夠 減短快速 那這個東西 在我在當實習醫生的時候 就有很好的訓練 在泌尿外科的時候 剛好那個很多阿兵哥 就一起約好 一起到醫院去割包皮 以後也可以放假幾天 對 那可是割包皮的阿兵哥的話 有時候就要擦尿管 那泌尿外科的話 實習醫生的工作 就是擦尿管 沖尿管 那結果阿兵哥血清發肝肛 我每次去碰了 他就有反應 他不是故意的 其實都很尷尬 但是他們有反應的時候 就不能夠 就擦不進去了 他很痛 可是這個病人沒有結束 我還要下個病人什麼的 所以就會每次 因為這樣子卡很久 結果有一天有一個阿兵哥 然後他很緊張 我就是跟他擦這樣 我說他說會很痛嗎 我說 我就這樣講說 會非常痛這樣 結果他從頭到尾 就沒有弄起來 因為妳太害怕了 太害怕了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我先講 然後我弄完之後 他就說 其實也沒那麼痛 對 所以後來我在急診室的時候 也是用這種狀態 因為我會先跟病人解釋說 我待會兒要幫妳做什麼 那我等我真的要做的時候 我會說 等下可能會很痛喔 可是你只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互相配合 也許會好一點 哇塞 這招有用耶 對啊 左話先講前頭 會痛喔 好痛喔 痛死你喔 哇塞 阿兵哥應該是知道 你那陣子實習 所以一起約去 那邊 對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 我有請便做這個影片喔 我應該會很多, 因為我開拍照 你會有拿出來的 那一段影片喔 我點 side